两枚火箭同时发射 在瑞典确定加入北约后 俄军影片大秀军事肌肉 俄罗斯总统普钦策署最新命令 在靠近北欧的西部地区 重整成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个军区 另外也宣布三年内 俄军人数将增加到150万 警告北约要是派兵到乌克兰将不惜一战 会这样说是因为法国总统马克宏 前一天才透露他不排除出兵乌克兰 结果西方盟友马上切割 不止德国西班牙和美国也纷纷强调 没有要和俄罗斯打仗 法国政府澄清 马克宏说的派兵目的不是去乌克兰作战 而是帮忙扫雷生产武器 或抵挡网路攻击等等打仗以外的任务 一句话引发大风波 也能看出西方国家对俄乌战争的看法 和立场恐怕不是完全一致 TVBS新闻座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